第1983集 姚姬不再理会叶浩轩 他索性闭上了眼睛 一副你奈我何的样子 行 你不开口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伸手取出了金针 叶浩轩还是比较喜欢 以中医为刑法的 他觉得那种能把人折磨得 欲仙欲死的感觉很舒服 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变态了 因为他更享受 被他折磨的人的痛苦的表情 扎完了针之后 叶浩轩转身走了出去 七七四十九根急行针 哪怕是一直再坚强的人 也抵受不了那种痛 他倒要看看这个女人能不能撑得住 叶浩轩离开这里以后 腰急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叶浩轩的针只是在他的身上刺了一下 然后便收走了 他不知道叶浩轩到底在搞什么鬼 突然他感觉到心口一痛 这刺痛突然而来 没有半点征兆 而且只是猛的一个刺痛痛过之后 便又恢复了症状 腰急吃了一惊 他以为这是错觉 因为刚才的那股刺痛来得太快 去得也太快了 让人完全的猝不及防 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的心头突然又是一下刺痛 这一次他抓住了这刺痛觉 他可以确定 的确是心口在疼 实实在在地疼 一点也不用怀疑 这一下痛过之后 他突然感觉心头的刺痛突然放大了 那种激烈的刺痛感 让他痛不余生 而且那刺痛觉像是一丝丝的细线一般 在他周身四处不停地游走着 扑通一声 摇急浮倒在地上 他本是一个要强的人 以前就算是再苦再痛 他也能忍着一言不发 但是这一次 他却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住了 他死生惨叫了起来 然后抱着脑袋在地上打鼓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里面 有着腕条钢线穿过一半 那种痛苦的滋味简直是难以 用言语去表达了 出了门之后 叶好轩听到了室内传来的惨叫声 他不由地微微地摇摇头 然后转身离开 既然妖姬不配合 那他就得承受相应的痛苦 叶好轩并不是一个慈善叫 严格来说 这个女人她是自己的仇人 她是没有必要对仇人心思手软的 黑袍出现在叶好轩的眼前 他看着叶好轩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说吧 你想说什么 叶好轩看了黑袍一眼 继续向前走去 黑袍跟在叶好轩的身后 他犹豫了一下 我想知道你把他怎么了 哼 你挺关心他的嘛 如果你真关心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我想你对他的感情 已经超越了战友之间的友谊了吧 我对他没有其他的感情 我说过 我们两个认识得久了 看他受罚 我难免会有些不忍 你不是不忍 你是喜欢他吧 这么多年的相处 你说你对他没有一点感觉 我是不相信 是又怎么样呢 沉默了片刻 现在这样 承认与不承认 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你也没有打算放过他 他只要配合 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说真的 他这么一个小人物 我对他不感兴趣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 御长 谢春雨这些人 可惜啊 他不配合 既然他不配合 那我只好用一些非常手段 来对付他了 现在的他的确是有些难受 但能救他的只有他自己 他是一个倔强的人啊 他认准的事情是谁都无法挽回的 你与其这样折磨他 倒不如一刀杀了他来得痛快一点 说真的 我也不想折磨人 但是没有办法 他不说出来我想知道的 我不会让他好过的 你想知道的 无非就是御长的情况吧 其实我也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那要怎么样呢 我就是想让他亲口承认 哦 对了 半个小时以后 他的症状会有所缓解 你可以去看看他 顺便劝劝他 但是他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以后 他所承受的痛苦 将是现在的十倍 我用的方法是急行之针 他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这二十四个小时内 每隔十分钟 他就会承受半小时的痛苦 而且发作的时间越长 次数越多 他承受的痛苦也就越大 那 那如果他一直不肯招认呢 黑袍有些着急了 他急道 我可以去劝劝他 最好是能劝他回头 否则的话他会后悔的 没有人能熬得过急行针的痛苦 你把对龙渊的恨意 全部发泄到他的身上了吗 这对他来说不公平 黑袍低吼道 公平 叶好轩停住了脚步 他回头看着黑袍 冷笑了一声 亏你也是十大战神之一 亏你也经历过很多 到现在 你还跟我谈公平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有公平二字可言吗 禁笔之地的每一个人 他们都公平吗 所有人都是无辜的 命运 对每个人来说 都不是太公平 所以你不要跟我扯公平 这两个字 抱歉 是我冲动了 男人们都会有冲动的时候 叶好轩瞥了黑袍一眼 我现在要去找谢春雨谈他 逼着他说出 禁笔之地所有的秘密 你劝过他之后 一起过来吧 好 黑袍点点头 他没有拒绝 他也没有理由拒绝 一个小时以后 叶好轩揪集了一堆人 便向谢春雨所在的方向 赶了过去 他看了一眼黑袍的表情 问道 没有说通 没有 我了解他 他认准的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的 哼 那就等下一轮的真行发作吧 急行真相 没有人能躲得过去的 我就不相信 他真的还能撑过去 黑袍不语 虽然他有些心有不忍 但是他也无办法可施啊 他最了解妖姬 他觉得妖姬 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决定的 你不相信 叶好轩看着黑袍的表情 如果不信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 打动吧 他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我赌他能 六个小时以后 他会来求我 叶好轩笑了笑 他转身带着人出城了 林海的别墅上 谢春雨已经能行走自如了 他在另外的观景台上 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 吹着迎面扑来的海风 他感觉十分的惬意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李倩走过来的时候 谢春雨问道 情况不是太好 李倩翻了一下手中的资料 现在金碧之地里面的势力 被清理得厉害 好多人也跟着其后 我们安插在城中的势力 几乎是连根拔起 豫章号称一万的精锐 余兵团呢 哈哈哈哈 谢春雨和和地笑着说 他总是一副能掌控大局的样子 这一次 恐怕他自己也掌控不了这个大局吧 余兵团也只是一个传说 没有人真正地见过余兵团 说真的 我有点不相信他们的存在 我感觉 这是狱长故意弄出来 吓唬人的噱头 那可未必 狱长这个人向来是叙叙实实的 让人捉摸不透 我跟他斗了这么多年了 最清楚他的为人 他说有就一定有 只不过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的上万佣兵团 恐怕这些年 都为他进步得差不多了吧 进步 李倩吃了一惊 他觉得这个字眼 有些毛骨悚然 哈哈哈哈 我们三个出来这里的时候 的确是受了辐射 我保守治疗 苍狼比较激进 他要寻求彻底解决的办法 这些年不见他的消息 恐怕是已经凉了 而狱长在现实世界的时候 则是以信奉 以行补行的 他觉得他缺少的东西 可以进步 通过进步 以满足需求 而辐射让他缺乏精气神 他就需要进步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 是一个人生存的根本 被他洗干了精气神的人 你觉得还有能存活下去的 可能吗 恐怕是没有 可是 上万的佣兵团 说没就没了吗 李倩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这个事实 他缺的精气神太多了 所以他那些人 还真的有点不够他进步的 李倩默默不语 他的心里有些骇然 他真的不知道 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狱长 说真的 我现在不看好他了 不过 叶浩轩这个家伙 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他这么快就掌控了局面 我们得好好地迎接一下他了 他会过来 立谦一争 他会来的 我了解叶浩轩这种人 他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毕竟 禁闭之地这里 还是需要我 来掌控大局的 他真的会来吗 李倩沉默了片刻 那我们得做好准备 但是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还能有什么 请我出去掌控大局 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虽然他在这里折腾得厉害 但是那些积分榜上比较厉害的人物 基本上没有动 我在禁闭之地这里 声望还算是尚可吧 现在也只有我才能震得住场子 才能让禁闭之地的乱想停下来 李倩唯唯唯的一愣 他跟了谢春雨这么久了 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这家伙这么自恋呢 叶浩轩把禁闭之地给弄成了这样 就是为了把你推到至高位上吗 疯了吧 虽然心里这样想 但是李倩还是没有说什么 毕竟跟这种人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只是点头道 谢总说的对 现在禁闭之地里 只有你能震得住场子了 你放心 一昊轩一定会来找你的 去吧 做好准备 谢春雨哈哈大笑 他挥挥手 示意李倩出去 李倩微微地点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谢春雨果然没有失望 李倩离开后五到半个小时 叶浩轩便来了 叶浩轩是孤身一人来的 他带的人都在这山下 你似乎知道我会来啊 看着已经砌好的一壶茶 叶浩轩微微一笑 没错 我觉得你会来 因为我觉得我足够了解你 请坐吧 叶浩轩点点头 他从容地坐下来 两人有点心照不宣 谢春雨被叶浩轩倒了一杯茶 推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谢先生今天挺客气的 叶浩轩端过了茶喝了一口 然后放下 你既然知道我来 那你知道我来的目的吗 当然知道 谢春雨依旧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他端起了跟前的茶 瞎了一口 然后把手中的杯子放下 败足了架势 那你倒是说说呀 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紧闭之城 现在挺乱的吧 唉 谢春雨叹了一口气 他站起来 晃悠到关海阳台上 淡淡地说 以前 御长的势力尚在的时候 每次动乱 他都会以暴力的手段 强行镇压下去